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,常常会看到某位英雄,在店里一顿海赫,玩了潇洒的来一句,小二,结账,好脸,客观,两两银子。那你知道,一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吗?其实现在很多人对银子是毫无概念的,历史上物价都在疯狂变动,以为成货闹灾,米价腾勇。 直接光拿米价来对比现代,是不行的。不能很直白地反映古代的现实,因为每个朝代的经济水平、物价、通货膨胀率等都不一样,古代和现代那也是差支千里,所以关于确切的,等于多少实际上是无解的。 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史料大致猜测一下,据小编我的资料查阅大致可以推测出如下几个朝代的数据,清朝中晚期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150到220元左右,在明朝中期价值人民币600到800元,在北宋朝中期价值600元,到1300元或1000到1800元,在圣唐时期价值2000到4000元。 一般朝代1000个钱为一贯,等于一两银子,所以,各位可以此作为衡量标准,去看看古代人的消费力,同时也可以根据此去检验检验如今的古装剧是否无脑。 但毕竟现代人比起明清时代的人时局更远,对前朝货币制度及银两的实际购买力的认识更加不足,才会经常出现天价馒头、天价韭菜。 而认真的读者或观众出于对古代经济情况的好奇,应该对银两的价值,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。